2021年4月6日 这一个就是讲讲加拿大的防疫方面的一个 随想 就是散文 而且散文是会更加容易抒发情感 或者抒发你的意见 只不过小弟打字真的很差 又没有学过拼音 索性不如就弃写文章 而就这样用语音 刚刚讲了几节是跟疫情无关的 一节是讲股票当然 另外一节是讲加拿大原来的税制 加拿大原来是挺划算的 比英国来说不说 大家都不知道 也都讲了加拿大一些未来的政治和经济 宁愿缓慢一点 反而更有长处 这一个就讲一讲 就是一般我一讲的时候就连续讲几节 跟着几天休息 大家明白了 小弟只不过是一个兼职 还有我做这件事都不是兼职 兼职 也都没有为任何的金钱 OK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那这个讲讲加拿大的疫情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在温哥华的比斯省 那当然就是这一两年都不可以离开比斯省 那便是看着疫情的发展 一言以弊之 加拿大的疫情上算 是比其他国家来说真的少的了 你看图上面的这个图 最多最多的时候在一月的时候 大概一月的时候都是几千个整个加拿大 OK 那最近整个加拿大计算是6381 OK 最近 那如果以加拿大三千七百万人口 OK 那当然你不可以跟香港和台湾比 但是如果是比斯省呢 你看到右手边那里 比斯省我刚才推出了那里 比斯省就是由以前到现在 就是106K 就是10万个案例 10万6千案例 但是单日 就是一天 一天新增是890个 在那个蓝色下面是890 890如果是比斯省呢 很多了 因为我们在去年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一天只有几十几十都不过一百的 那么最近呢 就是二三百二三百这样 突然间这一排呢 升到上890 是一天呢 是真的很高 那么原因是怎样呢 就是我们在本地住的居民呢 就发现了 每一次有大的节 就是聖诞节啊 福会节啊 那么最重要是飙升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过节的时候呢 那些人就会是开party啊 聚会啊 而忽略了政府 叫他们呢 尽量不要聚会啦 这样子 很多加拿大的居民和公民呢 就忽略了这一点 所以一放假呢 就飙升 那么在 最近呢 特别今天来说呢 多伦多那边呢 直接呢 就医生出来说 最好叫封城 既然学校都没有回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ICU啊 都已经爆了棚了 就是爆棚了 就是广东话 就是没有位的了 BC省的ICU都爆了这几天 所以变成来说呢 医务人员呢 很担心 很担心 如果你再继续再飙升的时候 那些人进ICU 都没有地方去的了 那变成来说 很容易很危险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一两天 或者这一个礼拜来说呢 其实整个加拿大呢 是踏入了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时刻 而严重的意思是 医疗方面的 ICU的病床 以及医疗方面 所available的床位呢 是开始呢 是可能要去到饱和了 所以那些医生 站出来呢 在那里大声疾呼 当然呢 医生又有医生说了 但是呢 做餐馆的人呢 又或者是有一小部分的市民呢 因为被压逼得久 都在庚哥华呢 但是很零声的 就出来喊 我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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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不要困住我 还有一两间餐馆 直接呢 就是在昨天 就是不听这个政府的感令 因为是上个礼拜开始呢 政府是将所限聚令 所有餐馆全部关门 关到去4月20号才给开 所有食市餐馆全部关了 但是有两间不听呢 就都要开啦 政府就唯有停了牌啦 如果再开的话呢 就五年停牌 现在现时是暂时停牌 那打疫苗方便怎么样呢 说打疫苗就慢了 所以大家看新闻 你会发觉呢 那连世卫组织呢 都来给个评语加拿大 就说加拿大呢 在疫苗上面呢 他不是说他慢了 他说加拿大呢 打疫苗呢 是没有跟这个医学的根据人 你讲明嘛 如果要打两剂那些呢 就是打完第一针 到第二针的时候 可以隔三个礼拜 到四个礼拜 就要打第二针了嘛 是不是呢 如果不是可能会没有效 或者效果不是那么好嘛 加拿大居然呢 就说 啊 没有人手就好 不知道安排得慢啦 打完第一针之后 二十一个礼拜才打第二针 二十一个礼拜 第一针都可能没有效啦 这个就是加拿大 我们这个三千七百万人口 这个国家呢 的可爱之处呀 但是 那个行政上 真的慢了 所以我上一期就说呢 就是我们加拿大 做事比较慢一点 好像一个城乡那样啦 但某程度上面 它有可爱的地方就是说呢 它发展得没那么快呢 反而我们呢 就是容易一些安居乐业的 跟美国比较来说啦 但是打疫苗就真的太慢了 那么小弟都想打 但是呢 就他现在呢 今天就是 说现在今天是四月的啦 人家十一月都开始有疫苗啦 是不是 今天加拿大才是登记着 七十岁或以上的老人家 才有得打 其他那些麻烦再继续等 哈哈哈 政府公布呀 到今年今晚 九月十月 才可以全民有机会打完 但是 我看到现时的进度呢 就应该不行了 应该可能打到今年底 都未必打得完 还有呢 那个病毒又变了肿 所以呢 你看到图上这个图表呢 就看到 今年年初呢 就升到上高峰 现在又这样冲上去 所以呢 就是 估计呢 我觉得这个 covid-19 新冠病毒 已经是 转向成为一种风土病 意思是 即使说呢 每年都会发生 以后都不会离开的啦 我们呢 可能呢 都要戴口罩的时间 都会很漫长 还有今年加拿大呢 整年呢 都是会闭关的 基本上 都不可以得关 去年到现在 闭关了成年多两年的啦 所有外国旅客 又不能回来 你想回来读书的 很多都不可以 读英文的又不可以 Visitor又不给入 只是亲属才给入 所以呢 是加拿大的经济呢 就真是 在这一年里来说呢 是一落千丈 很多店铺都关门的啦 OK 反而餐馆呢 小餐馆呢 反而生意不错哦 卖外卖 还赚到钱哦 OK 但是大酒楼就惨了 就倒闭了 OK 旅行社就当然倒闭啦 是吧 那也都 所有政府公务员呢 全部就习惯了 在家里办公 小姐明天早上呢 八点半都要有一个 移民的庭要出 加拿大的移民部呢 要赶奏一个 加拿大的居民啦 那我就代表他出庭 希望呢 用人道的立场呢 能够可以保留回他的身份 那这种出庭呢 以前就在 文革华市中心的 移民局的 庭啦 就出庭 现在就不是啦 现在明天早上改了在家里 大家在家里上网 法官又在网上面 移民官又在网上面 客人又在网上面 全世界都在网上面 那这种趋势呢 就挥之不去的了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你知道呢 学怀疑 学很难 是不是呢 冷惯了 你还叫人上班 去办公室 开工 你都傻啦 所以 整个世界是会不同了 加拿大都是 又呢 特别政府工啦 还有很多工作啦 软件是更加啦 IT工 以前都在家里做工啦 即是政府工以后呢 都应该是大部分都会留在家啦 也都因为这样呢 引致到呢 二三线城市的那些屋啦 独立屋啦 就价钱呢 就反而上了啦 因为为什么呢 那些人呢 就学加州啦 卖了一些贵价的 阿胖文 卖了一些公寓呢 就去呢 买独立屋 就买一些偏远一点的独立屋 便宜嘛 然后怎么呢 反应都在家里上班 都不需要上班 那这种是成为一个新的趋势 想不到小弟在四年前 2017年呢 小弟开这个YouTube 讲这个股票的时候 就是因为 我就走跪了去这个 Kelona的扶仔啦 在那边打算 就用遥控方法开会 就叫那些客人遷就一下 我就算啦 哎呀 怎样今时今日呢 就全世界都在用这个模式 那这个呢 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但是家庭生活呢 就当然是反而是多了啦 那小朋友呢 就开心啦 因为爹地妈妈 一天都在家 所以呢 变成来说呢 未来的教育上面呢 我是觉得是正面的 少了小朋友呢 就因为多了 爸爸妈妈陪伴啦 那未来加拿大教育呢 是会更上一层楼 本来教育都不错的啦 日后呢 会更加好 所以呢 又来加拿大楼学呢 是一个首选的地方 可以和大家先说一说先 那这一集是说加拿大的疫情啦 和加拿大防疫的方法啦 和加拿大这方面的一些我所见到的 亲自看到的 的新闻 或者是事实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大家觉得是有兴趣听的 那就分享给其他朋友啦 都是那句啦 希望就是 就是 尽早可以打到疫苗啦 然后跟着呢 可以去旅行啦 是吧 现在原来 你在大城市场 去佛仔旅行 都不行的 因为为什么佛仔的人 不欢迎你呢 看到你的车牌是外来的 或者 甚至乎你搭船去佛仔的时候呢 在码头上 那些对方已经拦住了 但是你是不是本地居民啊 是要给你来 如果不是的话 要问你理由 登记了 其实他都不是很欢迎你过去 哈哈哈 所以这个就是现时的状况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啊